大家好 我是大马正哥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 今天我来带大家来到 新山伊斯甘尔特区的美第利特区 来看一看 美第利特区的话 它是属于在 伊斯甘尔特区的一个核心位置 整个伊斯甘尔特区的话是在 应该成立已经10多年了吧 它这个美第利特区的话是中间的一个核心区域 它里面有很多国际学校 还有一些像乐高乐园 Negal Land 英格医院 这些比较好的一些设施 周末的话 这边的人会比较多 酒店的话还是比较紧俏的 一般很多时候我不提前订 还订不到 那原处开始有乐高乐园 尽量看一下吧 这是乐高主题酒店 周末的话 那个山坡样的乐高乐园 Negal Land 那里面有很多的小孩玩的娱乐项目 白色的时候比较小的小孩吧 10岁以下的 那它主题酒店 让它看一下 它这个造型是比较有特色的 里面应该也是这种乐高主题吧 各种概念 所以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它里面还有那个乐高的商店吗 进门的应该是有乐高的商店 卖一些乐高的玩具 各种玩具 不知道是哪里过来玩的 前面不远的话就是英格医院 那个是新加坡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国际私立医院 这里就是英格医院 这一边都是英格医院 它是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 新山都有分院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国际化医院 服务各方面都不错 费用也不算很高 有一个项目是本地的开发商 叫艾尔萨公园 这个环境也不错 对 环境很好 这还有一个两栋 是也是中国的开发商 开发的叫卓达 卓达地产 美迪丽这个附近的话 还有两栋比较有名的国际学校 一个是马保国际学校 这是英国凯特王菲的部校 现在整个美迪丽特区的话 住的人还比较少 商业配套科方面还没有 不是很成熟 这可能还需要蛮多年的一个发展 现在有一些商铺 可能是经营的很少 因为它居住的人口还是有限 这里就是前面就是树木影城了 英国的树木影城 这里面也做了很多大片的外景 像马克波罗 很多景都是在这里面取的 还包括后期制作 像紫环网 很多大片的后期制作 也是在这里面去处理的 到门口这边经过转一下 那里面团队的话 应该都有上千人 也说经常还会拍片子的时候 还需要一些大量的 那个群众演员在这边招募 这是一个 对 新山伊斯干达的一个影城 也是当年那个 为了那个吸引物投资 再把它的那个这些大的项目都赢到新山 这里就是双微城 双微的一个综合城 里面有学校 国际学校 有那个商业 都有住宅公寓野宿 都很完整的一个综合体系 它蛮大的一片 里面这一片都是双微的 比如说几个平方公里 应该有两平方公里左右 这房子都已经交付了 前面刚才那边就是国际学校 刚才那边就是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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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都是在美地里特区里面 刚才这个路上还有几个猴子 从那个树林里面串出来的 这边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开发商 叫马兴 它这里面有几栋公寓 其中有几栋是做酒店公寓的 做华美达的酒店的管理 然后那边有三栋 看到吗 那边有三栋公寓 是新华联的那个 已经交付了三栋公寓 中国的开发商 新华联 它是属于非常白的历史的 它是在海外的唯一所分享 另外就是美国来富士国际学校 它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教育集团 对面那边就是 它是美食课程 我们后面再详细的会介绍 服务也是非常好的 前面还有几栋公寓 这是本地开发商的 就有几栋公寓在前面 这几栋公寓也都交付了